这都是什么心态呢 甚至还有些车兵人也这么说 脑瓜子灌死了吗 昨晚直播的时候 有一位粉丝问我 小胡子哥 我想买齐瑞艾瑞哲8 可又听朋友说 齐瑞的车的质量不好 而且是国产车 没什么面子 不如同价位同级别 买更成熟的卡罗拉 轩逸 宝莱或者朗逸 可是我又听说 齐瑞的车又很好 那么我真是搞不懂了 想问问你小胡子 齐瑞艾瑞哲8 到底能不能买 实在不行 我就买刚才朋友说的 那几款车了 254的马力 390的扭矩 这个动力总成 就是把日虎8 plus2.0T的动力总成 用在了艾瑞哲8身上了 你说扭不扭 拉动日虎8 动力都刚刚的 拉动艾瑞哲8 不得飞一样啊 这不就是造孽啊 是吧 人家内卷的是实力 并不是价格 人家卖到13万 那么同价位同级别 你说那个 朗逸啊 宝来啊 不都搭载 1.4T的温轮增压发动机吗 转移不是1.6升的吗 还是治安吸气 朗逸宝来1.4T 那250的扭矩 150的马力啊 还得需要加95号汽油 那艾瑞哲8 那比你大了100匹马力 254的马力啊 对不对 而且人家只需要加92号汽油 用车的成本更低嘛 艾瑞哲8前后都是独立熊啊 而宝来朗逸后面却是一个扭矽梁 非独立熊挂 天地之差 这个时候你怎么不吐槽 他是非独立扭矽梁熊挂了呢 一说他标志408 马自达 安格塞拉 后面是个扭矽梁悬架 我靠 那咋的 那宝来朗逸的扭矽梁 他就不是扭矽梁啊 不如他们保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安格塞拉和标志408呢 知道吗 这都是什么形态呢 甚至还有些测评人 也这么说 脑瓜子灌死了吗 并且大众朗逸 宝来他们的1.4T发动机 你跑公里 说大了 你都拖了 你都多了 你打开发动机厂 那不得丢机油 剩机油啊 那不就得油光满面呢 水泵该这个漏水的漏水 漏房东液的漏房东液 对不对 安慰者把 是齐瑞的一个 4.0技术平台打造的 首款旗舰轿轿 整台车的高枪路钢 就省了80% 前方引杠双横梁西能河 上面这个是铝合机 那材质的 下面是一线造帕的一个 钢材 非常优秀 包括它的侧面都使用了 一体式热心银钢 门环结构 A柱B柱更加冤轻 全车10个气囊 非常不错 知道不 车人安全 也要吊打你什么朗逸宝来 悬疑他们 非常非常优秀 非常好 你就说 Ira 8发动机 变化上底边 用料哪一点 不属于你说的那几款呢 它的隔音进行是特别好的 驾驶起来 底边的扎整征性 非常好 用料也更好 并且加速的是 随叫随到 知道吗 绝对不是你那几个 能比得了的 现在买斯德万的 这个紧凑级的 加油轿车 已经不是说 非得买宝来朗逸了 现在国产车 性价比更高 以前的国产车 堆配子 发动机变化 现在的国产车 除了配置优秀 发动机变化 也更加的耐用 知道吗 非常优秀的一款车吧 即使是 这个价位 你不买Ira 8 你就买标志408呀 还有这个 大定价的安格赛拉 买2.0 那个9万9千9 那个也比什么 朗逸宝来他们强 把卡罗拉比轩逸他们强 知道吧 那么也没有开过 买过这几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